我們曾經9月30有超過45萬 10月15有超過42萬 那都比今天高 那今天可能 可能現在是 坐三萬二 因為還有一些 可能還有一些零星還沒有 爆上來的 所以有可能是超過4月15號也不 一定 那至於在昨天施打AZ並沒有像大家在 在想像可能之中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打氣低迷 大致上他跟以往是一樣 他大概以昨天爆出來的 量 預約量七萬一 實際接種量六萬三千五百二十七 接種率大概百分之八十九點三 那以往我們在這第一時間爆上來 大概也都是九成 然後在第二天還在增加一些 他是昨天裡面預約 以我們的預約平台現在爆上來 目前他是 等於接種率是最高的 第一天的資料 所以這數據 還是會有一點變化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講 大概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AZ 他接種率我們是八十九點三 那BNT是百分之七七點九 那莫德納是八十點四 那總總體的接種率是百分之八十點八 不過越來越這個數字還會再調整 有些縣市 就是像臺中他那個三千六百多人就直接吸收 他們就直接在第一階段就 就在快打 快打在那邊就施打了 所以那三千六百人他們其實就都安排好了 那我不知道其他縣市也沒有做這個安排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雖然是說把這個總共有兩萬六千人的 民眾去預約 但是各個縣市可能都有其他的安排 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在 再進一步的一個分析 就是把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跟大家宣布 那不要有這種錯誤的感覺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大概下個月一定會 開始打第二劑 那當然整體的規劃 跟到貨量也有關係 不過這部分我們是比較有這種彈性的空間在 有一個額外 因為還有小朋友 那一邊都是要重形的空間 你還是要重形的空間